肯定是北京户口,不是北京户口,大根大不了 他都说是北京户口 那厉害了你这个 很深的都有北京户口 北京户口啊,一直是所有北漂人都想拥有的 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值钱 只是他啊,真能解决很多的实际困难 比如孩子上学,买房买车的资格 这些都是想在北京生活下去的基本条件 这两位大妈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请问一圈三连,咱们一起来听听 安徽哪里啊,河飞 你要是在北京是跟着孩子过来啊 戴孙子,戴孙子的 对,儿子在那工作 那不错呀,儿子做什么工作呀 保卫国家,科研的 科研的,那这好 他们来了几年了 几年了,是不是北京人了的啊 没有没有,姑娘对象是西安的 西安的啊 肯定是北京户口 不是北京户打根打不了 就是啊,前面是北京户口了 都是北京户口,黑的都是北京户口 那厉害了您这个啊,厉害了 啊,还有孙子都是北京户口 孙子都是啊 哈哈哈哈 那怎么培养呢 学历高啊,不适合啊 啊,那你那姚娘怎么培养呢 培养呢 把你儿子都学历 你妈培养呢 没人培养他 他四个,都是四个工作 那也能有官员 人家都说,找你儿子养十个都可以 分享分享,让更多的人走入北京 大妈的孩子真是够优秀了 相信很多人都会羡慕 在北京工作生活 有机会也有压力 您愿意来北京发展 在北京扎根 还是愿意去更安逸的城市生活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这个视频也给您分享到这里 请点赞关注 咱们下个视频 不见面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